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什么呢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二 来看到台湾来看到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呢戒严令与中华民国体制的一路 好那同学那你一定会问说 什么那你就讲戒严令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个白色恐怖呢 那你讲中文开任时期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讲一个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体制的一路呢 这个就是新教材跟旧教材它的处理呢 略为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头讲一下 好啦被同学所谓的一个戒令就是什么呢 好戒令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1949年呢 陈陈因为国共内在司令实施戒令 1948年蒋中正因为动员 因为共党势力越来越强 所以实施动员坎乱临时条款 所以其实我们整理一下 所有的戒令跟动员坎乱临时条款 这两点都是因为什么 这两点都是因为国共内战实力而产生的影响 那我要跟你跟同学要更进一步的讲 为什么戒严令会造成白色恐怖 好同学 所谓的戒严就是警戒严厉的状态 好那所谓的警戒严厉就是什么呢 实施党禁报禁禁止人民入议任意出国 简单来说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好了就禁止啦 为什么会是白色恐怖呢 我跟你讲很多政府很多我们讲的很多这个 我们讲的很多的冤案假案冤错假案 很多的事情都是以违反戒严令的命令来处理的 比如说你就画了一个海报 你就画了什么海报呢 画了一个你就弄了一个海报 你弄了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是你知道浦派吧 浦派是我们那里面的卡通 有看过一个家伙他吃那个泼菜之后 他的肉会变大那种 然后打了那个人就飞出去 好那同学呢 那他那时候就画了一个漫画 就是一个大仆派跟两个小仆派 两个人坐在海岛上 小仆派问大仆派说 哎呀 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 把那个大仆派就说 我们这辈子再也回不去 他们所坐的一个是在一个小岛上面 然后上面一棵树 好了这叫大力随手仆派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弄这个漫画的人后来被抓去关 你在嘲笑蒋中正跟蒋经国 两个人回不了大陆 OK了知不知道 就是这个东西 各位同学 人家有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你居然用这个理由 就把人家抓起来了 好 阻挡的被抓 办报的被抓 出国的被抓 OK怎么知道 好 讲错话的也被抓 甚至莫名其妙去审问完就不见 这叫摆设恐怖 甚至我要诬陷你 我就说你骂 我就说你是共匪 我就说你通匪 我们把你抓起来 在1987年蒋经国就是蒋中正的儿子宣布解言 开放大陆探亲跟报警 还有什么呢 党庆把他给解除掉了 所以我们会说在1987年的时候 政党的数量迅速上升 报章杂志的数量迅速上升 理由就在这里 好 那另外的话再来看到 动员刊断临时条款 那讲到动员刊断临时条款的时候呢 我们会说这个 扩大总统职权 这没有问题 因为要对付共产党 你一定要扩大总统的一个职权 就如同说我们前一阵子 好 在处理这个我们的疫情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呢 好 我们会去 好 这个扩大这个指挥中心的 这个指挥 好 知不知道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扩大指挥的一个概念 好 那同学那另外的话 再来看到的是恶行 那以恶行来说的话呢 好 这个 像紧急命令 像以公民来讲的话 公民的紧急命令 也是一个扩大总统职权的一个概念 好 那另外 可是 最超过的地方在于 居然可以让总统连选得连任 无限次 立法委员跟 国民大会代表无限期延选 这才是最超过的地方 同学 这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蒋中正说 好 因为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个蒋中正说 这个 中华民国 必须 如果要重选 如果要有中华代表中华民国的名义代表的话 绝对不能够只从台湾来选 一定要从哪里呢 一定要整个大陆才选才可以 这才是中华民国 所以就把那些从中国大陆空运来到台湾的这些人就继续用 继续用 这个是台湾的民族运动跟李登辉的民进革命 那从前 括号一 台湾的民族运动 解言前的民族运动 191960年 以下两件事情都是雷震案 最后雷震被捕入狱 一 自由中国杂志案 好这个在杂志中批评什么呢 蒋中正想要连选连任总统无限次 好然后呢 这个中国民主党案 企图筹逐反对党跟中国国民党相抗 结果被抓去关 还好他没死 OK 但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两件事情都把它称为叫什么呢 会把这两件事情都称为叫做雷震案 OK 知不知道 都是雷震弄的 雷震批评完蒋中正 简单来说 蒋中正想要利用动员勘论临时条款来连选连任总统 结果呢被抓 好结果他 他当然他的报社就被关了 雷震对于蒋中正关他报社这件事情 雷震很不能谅解 雷震最后还要组反对党 后来雷震就以叛乱为理由被抓去关了 十年 好 再来梅丽岛事件就如同这里所讲的 梅丽岛事件呢 本身就是说蒋经国以台美断交为由 终止了1978年的年底选举活动 引起党内人士不满 这是 这是1979年的梅丽岛事件 好那同学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的话再来看到解延后的民主运动 那一讲到解延后的民主运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说1987年 他那个蒋经国宣布解研 开放党禁报禁 开放集会跟结社自由 好那再来大学生在1990年的时候 发起三月血运 野百合运动 要求政府呢 中职动员刊润临时条款 在这里呢 我们要来做一个有趣的比较 再会比较到中国史 181989跟1990对于 两岸都是一个学生运动很苍 都很 气宴都很苍绝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在1989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东欧的非共化 那所谓的一个东欧的非共化就是指说 东欧这个地方就开始推翻 共产政权开始被推翻了 而这个时期说实在话 台湾相对来讲 他蒋经国死了 但蒋经国是有把台湾呢 开启了一个民主 做了一个民族化的开端 戒令虽然没了 可是动员开放临时条款还在 那中共呢 他那个时候还是中国共产党 持续经营统治 可是有些学生也会希望民主自由 所以在1989年 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 中国发生了六四学运 台湾发生了三月学运 好当中国发生六四学运 台湾也发生三月学运的时候 这时候就有问题了 中共是怎么解决六四学运的 你们都知道 台湾是怎么解决三月学运的 李登辉接受了学生的要求 并且召开国事会议 李登辉呢接受了学生的意见 决定进行修宪 跟国民大会代表 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的改选 包括国民大会跟立法委员都改选 另外的话呢来看到民主选举的开放 解决前的民主选举呢 包括像什么东西呢 一实施地方自治 可以选但是只能选什么呢 县市长跟沈议员 二人事官派沈主席跟直辖市市长 没有开放中央选举跟什么东西 没有开放中央选举跟这个叫做总统跟立法委员 OK这是1950年代以前我们台湾的民主选举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所以说就算1950年有地方自治好了 可视同学不是整套的是半套的 重量的他不让你选 再来到了什么呢 解决后的民主选举呢 可以选这些 这你们就自己看 可以选这些 到现在为止我们呢 政党轮替就变得 到2000年开始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民进党取代了国民党这个执政 好这个状况是这样 李登辉在1996年当选第一届的民选总统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